活施的题材这几年在全球的戏剧跟电影都非常的夯 而且这股风潮还吹向了音乐录影带 歌手Erica她的新单曲MV就跟活施同框 不过歌名挺有意思的 叫做我想买可乐 而且据说呢 这可是一个网路的流行用语 你有听过吗 我们的莫娱乐带你一起来讲讲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莫莫娱乐 我是莫想珍 今天的娱乐到来 为大家邀请到了 Erica欢迎Erica 今天早上好 我知道你最近很想喝可乐 很想买可乐是不是 对没错 这首歌歌名真的特别 我觉得这个 那个 这个歌 这个歌名是其实我是在看一个偶像剧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台词 然后我才从那边得知这个知识 哦原来这是个流行语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跟其他三个作者一起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个主题 香味可乐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玩一下就是 我们今天准备了三杯不同的可乐 里面有一个稍稍微送分的一个题啦 对你可以先喝一杯看看 太容易了 这太容易了 莎氏就是送分啊 真的 我这边都闻到莎氏的味道了 好 好 那就开始开始 再一次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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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Fiber 哦你都会咧 太强 好 留在嘴巴的味道有一个那个甜的味道 就是通常都是那种琳卡的 嗯的可乐 刚刚的可乐达人 哇 ум哼 嗯哼 我超喜歡我超興奮而且我很喜歡這個概念 導演是Birdy 然後她想的就是因為慾望這個東西 它是不分種族不分年紀不分性別什麼 然後Zombie這個東西它就是跨越所有這些的boundaries 它就是它可以是代表任何種人 新版本 新單曲的版本 這是版本 我們在這個地方它是在林口 然後很像大峽谷 對啊 台灣的大峽谷 今天謝謝Erica來節目當中 謝謝 掰掰